我回去試看看 我這麼誠懇的呼籲是真的有用 可是你不能每個節目都搞這一套吧 對 你後來別的節目遇到也來這一招嗎 師傅的理論是說 你如果當然確實 同一套方式一直用也會有私教 會有疲態 所以我後來才變成拜電視神 拜電視神 喔 電視神 他的電視神是要拜一架老式的電視機 不可以拜一金電視機 真的 還不能拜一金 因為電視神過以前 我老早在台灣洪浦那個年代就拜過 那拜過真的有用 因為收視率都一直不好 所以有一天我就老實說 石頭拜九會有零 樹拜九也會有零 所以會有石頭弓啊 會有樹林 這個名詞出現嘛 所以我就想說電視 如果一直拜他的話 拜九應該也有零 這個就完全沒用了 那電視神長什麼樣子 長得電視一樣 長得跟順哥很像你 比較方法 電視神是一種零 他是隱身在那個電視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無形的東西 OK OK 真的喔 他電視很有靈氣 可是拜電視神很多人 許我拜後來都拜孤祝的 所以然來 就是沒有掌握到訣竅 我說電視 我們電視不是放在桌上嗎 你一定要燒那個檀香 燒 然後呢 然後很多人都只是念個幾句 沒有誠意 沒有誠意 那口也是這樣 比方說我們說康熙來了對不對 你一定要雙手核實 康熙來了 收視第一 收視第一 持續這個念力大概十分鐘 那十分鐘結束完以後 很多人就以為沒事 就等個第二天看那個 收視率 不是 趕快轉到對手台 看你的對手 你最討厭的台是哪一台 趕快轉去 然後打比方說是小溪大財神好的 小溪大財神最後一名... 還要有一個打壓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詛咒別人 對啊 可以啊... 念力 你覺得還是有用的是不是 有用啊 其實我試過的方法 你有沒有試過沒有用的 有 那個剃毛沒有用的 他那個剃毛事件 剃毛事件 他其實能夠說服我 都是有一套理論 對 他怎麼說服你 他就告訴我說 我全身... 沈大製作人為了衝節目收視率 什麼偏方怪招都嘗試 竟然連剃毛也絲毫... 剃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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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其實能夠說服我 都是有一套理論 對 他怎麼說服你 他就告訴我說 我全身上有晦氣 我說晦氣 那是不是用鹽巴洗 他說你的鹽中到 用鹽巴洗都沒用 而且你的晦氣呢 集中在毛髮上面 我說那我不能把頭剃掉 那光頭我不是興隆 他說不 也不用你剃頭髮 他說你的晦氣在下體的毛 他叫你剃那邊的毛 可是這種東西就很... 其實就很難做... 很難處理 對 因為這種只有在日本的A店 才有了清潔 那說怎麼可能 那我就坐立難安了三天 可是確實就是那陣子就有點倒楣 有時候就是出門呢 也會踩到狗屎啊 有時候也會幹嘛幹嘛的 所以終於在某一天的晚上 我就算了 反正我說這種事情是私人行為 別人也不知道嘛 對 那有人會說 那一褲桌下女生不是笑翻了 頂多那幾天禁獄就好了嘛 就不要給人家看到 所以我就拿起了那個... 電動刮鬍刀 插上插頭 來 什麼猶豫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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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管他的啦 你真的動手了嗎 我真的動手了 但是我只... 我只刮一刀之後 就沒有... 就後悔了 我刮一刀 這樣沒有痛 因為實在太痛了 很痛 對 因為... 你沒有抹刮鬍糕嗎 沒有 結果呢 就真的出門比較運氣好嗎 也沒有... 也沒有 所以那次不靈 對 因為你沒有好好貫錢老師 對啊 全部剃刮 所以你每一次 你每一次的收費 有碰到過很貴的嗎 我至今還滿信心的就是說 因為這些高人好像也都認識我 所以有時候有一點小小的 知名度還是有用的 所以我們去他們都認識我們 所以看了那麼多 這幾年來喔 我算過命大概超過一百次吧 沒有真正花過錢 真的喔 對 阿丹碰過一個要你出多少錢的 最貴的那個 好 首先我必須講 其實我們在這邊的人 都...我覺得不是說特別愛算命 都是因為 大家遇到... 你旁邊那個是特別愛算命 但是他也是... 玉琳哥也是遇到困難啊 而且為什麼我都是 人家覺得藝人愛算命 是因為演藝圈是最無償的一個工作權 對 無償錢 那我那一次去算的那個 非常有趣的那個命 是在我最低潮的那段時間 幾年前 就是大概在之前 有三年了吧 三四年了 OK 對 然後那時候是經過一個 非常好的藝人朋友介紹的 然後我就去看了 結果我一看到他的時候 哇 嚇到 怎樣 他是一個滅絕師太的頭 這麼高 一個女生 真的假的啊 然後長得像很瘦的九孔大哥 然後... 然後... 就是他 劈一個紫色的道袍 我想說哇 這裡人哪一齣戲啊 他有造型 對 然後是一個小神壇嘛 結果我一開始給他算 他就說 你這個命很好啊 你有適合做生意 你明天怎樣... 哇 就...講一大堆 但我覺得 怎麼講的都跟我工作不一樣 對 那我就自己忍不住的講了 我說 他說 其實我做的是藝人 那我希望怎麼樣能好好 他就說 藝人 霍滿姐 不行... 你的福分喔 你不適合當藝人 你的光芒一直被擋住 怎樣怎樣不行... 來 我摸摸你的手 他就開始摸我的手 摸摸摸摸就說 嗯... 不是這個音樂啦 老師 摸頭啊 摸頭 摸我手摸摸 我摸到了 你有一次長的樣子是 光頭 我想說 光頭 然後說 穿著黃袍 你有一輩子是喇嗎 你有那輩子的福分 天啊 我在摸你的腳 把手拿開 叫我把襪子脫下來 摸腳 開始摸我的腳趾的中間 我說 我又看到了 你是密宗 黃袍的高針還是什麼的 好 我知道為什麼你 為什麼你現在不順了 因為你沒有把 就是你因為家裡的一些業障啊 還是什麼 並沒有讓你把 前世的福報連接在一起 所以你不順 那我現在有個方法 我可以幫你 把之前你當那個 那個什麼 法娃那些 喇媽那些的福分 接過來這裡 那我幫你做儀式 這整套啊大概三個月 那這個療程啊 每次一個 一個地方來幾次啊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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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一大堆 然後重點是我就想說 哇 十二萬喔 我沒那麼多錢耶 他說 還可以刷卡喔 對 然後重點是我說 我現在已經最 最茫然 最窮末路的時候 你還要叫我講那麼多錢 我沒有啊 對 結果我就說 哇 當場真的嚇到了 所以那就是無聊 在買內褲我覺得 那一件二件十二萬內褲 對啊 然後 後來我就想說 給我一點 後來我就想說 給我一點時間 我回去想想 然後一回家路上 我馬上就打給白雲哥 我說 欸 白雲哥 他介紹你去的啊 不是 不是他 但是我跟他說 我遇到這樣狀況 因為那個白雲哥的前妻是那個嘛 對啊 所以我就說 你比較驚豔 你可不可以教我 這是不是騙人的 白雲哥說 你聽他在棒球賽 我到不了 我叫我前妻幫你 幫你點個公平錢三千塊而已 然後你不要去信這個 這都放屁 然後我就 我說 嗯 還是先不要取好了 後來我遇到康康 康哥 我也問他說 有沒有算過什麼名 康哥跟我說 等一下 你要信自己 然後後來我就 完全不信那些了 所以 你們沒有人花過幾萬塊這種事喔 我是有花過那個 就是改手機號碼 我花了一萬二 然後買一個很爛的電話號碼 那因為就是他說 我原本用的那個電話號碼不好 然後就是會有口舌 然後工作會進不來 然後呢 就是因為我周圍有很多模特兒朋友 就是讓他改了電話號碼之後 我就開始接廣告啊 然後有很多案子進來 我想說哇 真的耶很厲害 真的 那我就去改了 結果呢 他只收模特兒 他們大概一千 好像六千多塊 可是他收我要一萬二 然後我就去改了一個號碼 也不是什麼688 或什麼888的 然後改了之後啊 就完全也沒有用 而且我還浪費了一萬二 然後還有 有啦 有一點用啊 因為還蠻多變態打那支電話 全部很生氣 韓志傑那你花過最多的是多少錢 三五千吧 對啊 那最多 航行價 對 我很熟的 很熟 你是有一次去碰到一個半價的嗎 沒有 那個是我在紐約的時候啊 因為紐約有很多急不賽的人 他們都有一個小小的店 然後一個手掌這樣 然後通常都會就是 你如果經過的話 他們都會就說 你來 你來 就說 你 我感覺到 有東西跟著你這樣 就開始跟你聊天 那一般人就會 如果不懂的就會 被他抓進去聊聊聊 那有一次就是我在逛街跟我朋友 然後剛好他那個 就是在Promotion 就是在打折 打折 算命打折 對 他就說今天是半價 五折 然後我朋友說最近他也不順 讀書也什麼都不順 就去給他看一下 結果他就進去了 那我在外面等他 三分鐘他就出來說走走走 我說怎麼回事 他說 他就給他看第一隻手啊 然後就開始講說 我感覺到你最近不好啊 什麼東西跟著你呢 你要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講到一半 一半而已 他說今天就這樣 然後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今天只收半價 所以只看半隻手 對 如果你要再看的話呢 就是另外的價錢 如果你要看兩隻手 是兩隻手的價錢 哇 就是兩隻手是二十塊 就半價就是說 半隻手 手只五塊錢這樣 對 就很扯 小玉琳 這些好像都太急功耗力了 對不對 他如果要勾人家的錢 應該要再耐心